我現在其實是花蓮的赤坡山這裡 這裡其實是全台灣產甘針最多的地方 每年一到夏天 這裡是一望無邊無邊無邊無 全部都是甘針花 站不穩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和大家去吃甘針料理 走吧 要做彩花策了 大家現在看到的這一片 全都是等著要上桌的甘針花 這麼漂亮的黃金海 配上職責的甘針大餐,很享受 不過甘針是有學問的 快點請人來教我 你可能覺得這些花 一點都不像我們平時用來蒸雞的甘針 哪些才是我們吃的呢 先問問大家 大家 是 哪一些才是我們平常可以吃的那個金針啊 金針其實都可以吃 其實開花的它也可以吃 只是最主要它口感不好 它採起來你煮下去它口感不好 它也有香味嗎 它沒有什麼香味 但是它因為含包的時候 含包的時候你採起來做起來吃的口感才會好 紫針會好 你要摘這個 這是今天要摘的 這個就是還沒有開花的 這是金針的 對… 什麼叫金針 今天的花 就是明天要開花的 明天要開的今天就摘了 今天就摘 對 這個是後天的 後天要開的 這是明天要開的 這個呢 大後天的 這個再大後天的 對… 原來是這樣分的 所以這個我們平常吃的那個啊 就變很小了 這個是要曬乾就會變很小對不對 對…我們平常吃大概就這麼長嗎 對…因為它有水分 所以它當水分湯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比較小 可是現在這樣好像沒有什麼香味 對…金針花本身就比較沒有香味 紅花不香 香…這個會香的話 大家都會白花 金針花有分成一天、兩天和三天花 其中最黃、最大 第二天就會開的就是一天花 是可以抓來吃的 種金針 可以吃也可以看 多好啊 金針最主要它的營養價值非常的高 什麼營養價值 所有的蔬菜的營養價值非常高 它裡面喔 它這個裡面有花蕊 花蕊黑黑這個喔 它有鐵質 含鐵相當的高 這個裡面有多少鐵啊 天啊 你要吃 這個你如果用青草炒出來 它的那個湯色是黑黑的 真的喔 所以很多人會想說 這個喔 把裡面的這個紫黑黑 把它剝掉這個 其實這個都是鐵質 這個比較多耶 這個就是鐵質 所以喔 它含鐵量相當的高 鐵對女孩子來說 補血 補血嗎 補血 對… 那花瓣呢 花瓣它最主要它是口感喔 它最主要開花的時候它是 叫做一日美人 當它開一天的時候 明天都卸掉了 它又名叫做母青花 為什麼 在四月五月的時候它會開 那這是高山的 高山在七八月 喔 好厲害 所以它要叫做母青花 所以你跑這麼高來種這個 是逼不得已還是 不是 這是無心插流啦 不是 早期我們來這邊是因為生活的關係 後來因為種金針 種金針後來就是 這個價格不錯 後來就是大家動 會不會這裡的 就形成一個區域性的 會不會這個山上的氣候 特別適合金針 對…你講這個 這個是海岸山脈 那也是有派對 這個過去是八仙洞 所以它這個是背鋒面 所以它這個潮濕 我們這個家它海拔在900多公尺 所以它這個濕度 還有氣候相當的好 所以我們的金針 會比63的金針 還長三分之一 那它63的金針 63 富里的63 因為它那個海拔比較低 水分比較少 所以不一樣的 對… 所以我們的金針比較漂亮 直全神最好就是在刺客山 也很漂亮 對…謝謝你… 拿下來的金針花包 可以涼拌、快炒、酥炸 或者煮成湯 每個地方都很好吃 還有養生的作用 有豐富鐵質的金針 不僅看得漂亮 吃下去還會變得又漂亮又健康 那快點去補一補 才會變得更新 知不知道吃金針主題的菜 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 連台部都要是橙色、金黃色的 大哥 你這麼快就煮好了 給我們吃了 來… 講一講 每一道菜都不一樣 那來,狗用手了 好 這個是新鮮的 對… 這個蘸… 外面這個粉好奇怪 我現在不蘸 番茄醬吃一口 可以… 好 這個是什麼粉 好像麵包一樣的感覺 對… 它這個有油炸粉 油炸的粉 然後下去油炸 所以又叫… 像魚… 魚炸的 所以又叫做黃金魚 你自己取的名字吧 這個是… 這個是遊客… 遊客有那個啦 因為它金針炸完之後 顏色黑黑的 其實不太看得出來 對… 但是… 口感不一樣 這個其實不太吃到 是吃什麼 因為它外面那陣粉 其實都幾… 就是品量都幾大 很脆、很香 我覺得這個是吃得意 不知道它這個 有沒有營養價值 這個它營養…也有營養嗎 有… 但炸都沒有,不會破壞掉 會啦,多少會 但是營養還有 但是通常像小朋友 什麼都喜歡吃這個 對… 小朋友比較像… 像零嘴… 對… 對… 我講得太對了 可是我覺得黃金魚 這個名字真的要改一下 小番茄醬吃 像炸豬吧 斷了番茄醬 剛剛零嘴很好吃 是啊 好,然後這個是涼拌的 這個涼拌的 這個是… 金針泡水以後 和… 等下的金針泡水 差不多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以後 和黑木耳… 黑木耳一起… 下去汆燙 好,那我試試這個涼拌的 嗯… 我喜歡吃這個味道 嗯… 所以我吃起來更加脆 因為它是涼的 對不起,不是涼的 是冷的 那它… 那個醬汁是酸酸甜甜的 很開胃的 而且它有麻油的香味 我最喜歡就是這個了 炸金針蘸點番茄醬 吃起來好像炸魚酥 或者是豬扒一樣 配些清涼的金針野菜湯 金針煮完之後 滑滑滑,脆脆的 非常鮮嫩可口 喝起來很舒服 為了延續這麼美好的氣氛 接下來呢 我要帶大家去一個 可以盡情放鬆的地方過夜 山區就是這樣了 現在落很大雨 一會兒就陽光燦爛了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山區 就要找一間 很有山林氣息的山莊來住 這間它就坐落於一個群山懷抱之中 四周全都是綠色的 一會兒我就可以一邊吹著山風 一邊聽著這個雨聲 一邊放鬆一下自己 很滿足 沿著開滿細花的山中小路 一眼就可以看到 圓幕打造的日式溫泉山莊 裡面除了有露天的拜鐘池 還有獨立的各種湯屋可以選擇 還有獨立的各種湯屋可以選擇 很方便 很方便 在自己的屋內就有安全 這個池也挺大 也可以坐 我想四、五個人都可以 有熱 而且你很大的流量力 而且你躺在這裡 那時候 一望出去 就是山景了 真的很放鬆 因為兩邊是溫泉的 還可以吹到山風 這麼多,快點去換衣服吧 房間裡面就有溫泉可以浸 是否很方便呢 我覺得無論是一起出來玩的家庭 又或是想填默默度假的情侶 或者只想來放鬆一下的上班族 都很適合 這個溫泉溫度剛剛好 在這裡浸身 或者像我一樣浸腳 展示一下尾腿 我想也可以對自己的身體很好 即是血液循環就更加好 臉色紅潤 而且待會更容易會更可愛 坐在這裡 其實跟外面的大自然 只夾著這個木板 所以你完全可以感受到自然的風 聽到一些蟲叫、小鳥叫 以及吸收到這個森林的空氣 真的由內至外 全部都換年一生,很舒服 不過我想我不可以浸太久 因為我會很快就肚落 好… 巴默的碳酸泉 泉溫度比較低 可以幫助血液循環 而且有保護身臟的作用 裡面的二氧化碳成分 會在皮膚的表面出現氣泡 輕輕地幫你做抹茶 浸完溫泉 整個人都精神小 這裡不僅是浸溫泉的 房間是日式的 連套餐也是日式的 你看,放得多漂亮 真的像在日本吃到那些 那先別吃 坐在這裡 首先你呼吸一下晚上的空氣 然後抬頭會看到有月亮 後面還有夜景 好,看完這些 可以開始吃了 這個就是我今晚的笑青花魚套餐 所有動作都可以慢慢來 這個魚肉味道很清新 因為它用了很少調味來 老闆娘說它燒完之後 只會灑少許鹽在上面 所以你會吃到它的原味 很好吃 再吃野菜 今晚呢 不如我們就在日本住一晚 大廉的好山好水 是否令人很心動 很想快點來呢 台灣東部是否很不同呢 下一集就要出發去台東了 台東要怎麼吃怎麼玩 記得寫了 四海魚蛋特約台灣好味道三 是由何何姐姐姐姐的四海魚蛋 特約播映 由於播映 2010年度感動香港十大人物 亞洲星光大道三 將會暫停播映一次 敬請留意